大家好,我是咪咪媽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呢 我最愛的糕點之一 綠豆糕 我只要到麵包店裡 看到了,我幾乎都會買來吃 所以呢,這次我要來挑戰做綠豆糕 現在就陪咪咪媽一起來做吧 稍微把綠豆洗一下 加水浸泡 綠豆已經泡開,泡軟了 泡軟了 那我們就可以來蒸了 用大火蒸40分鐘 上鍋蒸 喔,碎了 這樣子就熟了 喔好燙 來,把它打碎 OK 沙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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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油也倒進來 這樣子拌一拌 都會有這樣子有沒有 然後放去 不沾 然後它這樣子很容易就成團 這樣整個成團 這樣子 放過來 是整個一團的 這個綠豆餡我已經放涼了 那我現在要開始要來 來壓模 我秤一個是30克 你也可以包餡也可以不包餡 那我今天有包餡 我這邊有秤好的10克的紅豆泥 然後把它包在一起 把它放進來 然後把它壓一下 因為我的量沒有很大 然後這個模子可以用比較多的 所以我習慣是從旁邊再把它壓一下 比較漂亮 這樣就是一個很漂亮的綠豆糕了 我做的厚度沒有很厚 但是我覺得它是偏 嗯 偏厚的一點 我之前吃都是吃那種 新東洋的 它就是像這樣子很薄 那它是很小片的 那這個就是有包餡的 這個是沒有包餡 然後高度就會有差 一樣都是30克的那個綠豆餡 然後你這個是裡面有在包紅豆的 這個是沒有包的 這樣 這個綠豆餡呢 盡量炒乾一點 然後摸起來不是那種濕濕的 是這種 你就會覺得有點很乾爽的感覺 如果你在炒的過程當中 不知道說我到底要怎麼炒 才能夠炒好炒乾 那你可以先放涼之後 因為涼跟熱的摸起來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那涼了之後呢 你摸起來如果是你感覺上是有點濕濕的 這樣子的話呢 就表示說你炒的還不夠乾 然後就像我這種炒的比較乾一點的 它吃起來口感呢 就會帶為有一點小QQ的 但不是那種Q 但是比較有那種口感的 那如果你炒的不夠乾的話 那吃起來就是比較濕潤 那其實那也不是說不行啊 就是看你個人的那種喜歡的那種口感 那我們是覺得 我們是覺得這樣子炒到比較略乾 然後吃起來那種 摸起來這樣子很乾爽有沒有 你看這樣子打開都很乾爽 就是摸起來不會 感覺上會濕濕的 那我之前炒是 它感覺上真的都會 你就摸起來就是那種濕濕的 那這個是不會 那吃起來口感我們比較喜歡 好好的 好好的 謝謝 謝謝